文章来源 澎湃新闻 48号楼坍塌之时 李光娟并不在家 直到他听闻消息赶回小区 目光越过围观的人群 紧张地望向自己家的方向 离48栋仅相隔几十米的49栋 确认房屋完好之后才松了一口气 连续数日的墙降雨 使李光娟家墙体开始渗水 它也开始习以为常 谁也没有想到 坍塌就这样突然发生了 在市区开餐馆的周月 就住在48栋坍塌的一侧 事故发生时 他正和妻子 父亲在店里忙碌 孩子也一早被送去了幼儿园 母亲则在附近坐林宫 一家五口人 因此逃过一劫 几位邻居却没有那么幸运 5月27日13时40分左右 安徽省同龄市郊区大通镇龙院小区48栋一侧发生坍塌 五人失联 经全力搜救 五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 其中四人经确认死亡 一名12岁女孩正在全力救治中 多位居民向彭泰新闻证实 此前失联的五人分别是二楼的一位81岁的老人 三楼的一位中年人和五楼的一家三口 斜坡上的房子 地处长江支流的大通镇因水而行 当地人对龙州进度也有着特别的期盼和热爱 6月 安徽省级的龙州赛就将在大通举办 这几天 龙院小区附近的训练基地里密集的响着锣鼓声 灵溪的家与龙院小区仅一接之隔 每天买菜 接送孩子 她都要从小区旁经过 事发时 灵溪正送儿子上学 突然听到有人高喊 楼塌了 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 龙院小区48栋楼只剩下了一半 警车与救护车的声音盖过了龙州队的鼓声 等灵溪走进戏看才发现 48栋楼的溪边一侧几乎全然坍塌 裸露在外 是完全塌下来的那种 塌掉的一侧还不到另一边一层楼高 不像框架结构房屋 如果倒塌 也是慢慢倾斜 会有支撑的 直到当天晚上灵溪才知道 事故中唯一幸存下来的12岁女孩萧萧 是和自己儿子同在大通小学读书的同学 而她的父母已在事故中遇难 我儿子说 妈妈这位同学你经常见的 放学了也经常和我们一起在小区健身广场玩 回忆起过往的画面 灵溪顿然觉得非常恍惚 小区居民张鑫告诉记者 48栋落成于2001年 是一栋建在斜坡上的独栋建筑 呈东边高 西边低 且因为地势的原因 西侧还多出个地下室 房子一共有五层 是一梯两户的结构 这次坍塌的是西边户 共五户人家 与众坍塌的房屋 突如其来的坍塌因何发生 27日晚 同龄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8栋为砖混结构 事故发生后 有专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因为日前同龄市有一场墙降雨 24小时降雨量达到163.7毫米 专家推断大雨造成的浸泡 可能会对房屋的地基产生影响 这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据同龄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显示 自5月24日起 气象台曾多次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 并于26日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变更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有居民告诉澎湃新闻 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上午 还有居民因降雨导致家中漏水 在居民群里向社区干部反映情况 但李光娟和林熙告诉记者 这样规模的降雨量在大通镇每年都会出现 仅仅因为一场雨就造成了23年楼龄的房屋倒塌 很难让人信服 苏州某设计院建筑师张一新对澎湃新闻表示 上世纪80至90年代砖混结构曾是建筑结构主要选型类别 其使用寿命一般为30至50年 但因局限性大 抗震性能差 浪费资源等原因已慢慢退出市场 单凭现场照片还无法对事故原因下定论 即便是预制版砖混结构 20多年的房龄也还没达到使用寿命上限 专业从事建筑加固行业多年的耿庆镇告诉澎湃新闻 房屋的坍塌原因往往较为复杂 地基情况 施工标准以及后期业主装修过程中 破坏承重墙等情况都要考虑在内 至于降雨是否为事故成因 刘吾表示还需要等事故调查后才能最终确定 据央视新闻报道 龙院小区48栋的城建坊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张一新对澎湃新闻表示 一般而言 建筑物倒塌的责任涉及多个方面 包括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建立单位等都牵扯其中 而各方主体的责任需要根据具体相关部门最终调查结果来确定 预览者三年前的公开呼吁 李光娟 张新都表示 由于龙院小区没有物业公司 房屋的安全和维护工作一直有所欠缺 不少居民都曾向社区 镇政府反映过房屋建筑安全的问题 但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澎湃新闻注意到 同龄市郊区人民政府网站领导信箱栏目 曾在2021年公开回复过一位龙院小区居民吴先生的留言 但相关网易内容已在今年5月28日被删除 吴先生在留言中代表当时尚未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住户表示 2021年 同龄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并未将龙院小区列入其中 龙院小区房子都是预制板结构 开发商偷工减料 房屋年代久了 楼顶水泥瓦开裂 房屋漏水 外墙脱落 红砖都看得到 都快成微房了 有的时候水泥都掉下来 楼底下的草道春天涨得比人还高 无人清理 对此 大通镇政府回复 龙院小区经过前期改造项目 现整体环境已得到大幅度提升 2020年 大通镇积极向上申请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但2021年 已公式的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中暂无大通镇 将继续向上级 继续申请改造项目 对于龙院小区建筑安全的相关问题 5月28日 彭泰新闻致点同龄市郊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大通镇党委书记朱宁 其表示 并不知道相关信息 5月29日 彭泰新闻记者从吴先生亲属处确认 吴先生极为本次事故遇难者之一 也是唯一幸存者萧萧的父亲 该亲属告诉澎湃新闻 吴先生是自己的外职女婿 一家人住在龙院小区48栋西侧的5楼 吴先生和爱人均在此次坍塌事故中遇难 他们的女儿萧萧虽被救出 但受伤严重 两只腿已经做了膝盖以下的小腿截肢手术 目前仍在医院的ICU病房救治 暂未度过危险期 然而 吴先生生前期盼的老旧小区改造 却并未对他忧心的房屋安全问题进行整改 澎湃新闻从多位龙院小区居民处了解到 龙院小区曾在2017至2022年间 分批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 但这一改造仅仅是拓宽道路 和对房屋外地面进行了粉刷 并没有采取任何房屋结构加固和维修措施 我们49栋是先于48栋进行翻新的 但仅仅是刷了外墙 我们家楼顶泥马开裂 墙壁渗水起皮的问题当时反映给了施工方 但他们说不在改造范围就没有处理 李光轩告诉记者 49栋和48栋都是在2022年同批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 为何由政府统一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没有对房屋安全隐患予以消除 5月28日 同龄市住建局一名工作人员 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之前的确做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但是老旧小区改造 不代表是微房改造 所以不能说当初的专项行动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澎湃新闻查阅2022年4月20日 同龄市人民政府网站 公开的郊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招标公告发现 大通龙院小区三组团在此次改造计划中 但施工内容并未有针对房屋建筑结构的维护项目 耿行臣表示 针对预制版结构的房屋加固技术当前已经较为成熟 但真正应该落实的是 定期对老旧房屋的安全性进行检测 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 张一新表示 如今城中村自建房老旧小区依然大量存在 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力量 进行老旧小区改造 但对遗留的问题 比如自建房加固 老旧小区微房如何处理 是加固还是拆除 都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处理机制 难以离开的家园 同龄地处长江下游 因大通镇的江新州亦受洪水侵扰 1998年当地启动移民建筑工程 郊区政府官网显示 截至2015年 大通镇组织实施完成移民建筑 一二三四七工程 为响应移民建筑的号召 很多原先住在和越州 铁毛州等长江江新州的居民 陆续搬进了龙苑小区 居民张心介绍 最早的龙苑小区都是单位分房 后来陆续有开发商在空地上建了几栋商品房 小区内七十多栋楼 房型 潮象 面积都不相同 如此复杂的产权之下 小区管理并不规范 很多受访居民都无法准确说出开发商的名称 以及小区的整体情况 彭泰新闻记者了解到 不少龙苑小区的居民 至今仍未取得房产证 李光娟告诉彭泰新闻 2015年 他从别人手里购买了龙苑小区的二手房 但买卖时 对方仅提供了自己纸质的购房协议 这么多年 他都无法取得房产证 私人老板建的房子 我们小区很多都是这个情况 集店面临无产证和房屋安全隐患 龙苑小区却仍是很多人 乃以离开的家园 买房子加上装修 花了三十多万吧 李光娟表示 龙苑小区现在多为老年人居住 二手房每平米两千多元 基本上也就保持了 他购买时候的价格水平 有能力的都去市区买房子了 林熙告诉记者 龙苑小区多为老年人居住 房价和租金都比市区少了一大半 且当地人均工资只有二至三千元 很难有余力住更好的房子 萧萧的妈妈是全职主妇 父亲打工养家 家境很一般 原本没想到他们家居住环境那么差 安全都没法保证 他们原本在合月洲上有房子 但因为移民搬迁和女儿上学 才来龙苑小区居住 遇难者吴先生的亲属 告诉澎湃新闻 这次事故中坍塌的不仅是48栋半侧的楼 还有龙苑小区居民对房屋安全的信心 27、28日连续两个晚上 李光娟和丈夫都在龙苑小区里踱步 不敢长时间待在屋子里 只安置了48栋另一侧的居民 其他楼栋还没被转移 我两个晚上没睡好觉了 事发4日 同龄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 同龄市委副书记 市长孔涛要求要手牢安全生产底线 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自建房 老旧房屋安全隐患大排查 29日上午 有工作人员敲开了李光君家的门 告诉他将对其房屋的受损情况进行开业 未经认为要 flavour 未经认为要 doctor carne 线量都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